新冠肺炎疫情急剧升温 染疫民众越来越多 因此中央宣布没有症状的民众 自己利用快筛试剂快筛后 如果呈现阳性再去社区筛检站 或是医疗院所进行PCR再次确认 基隆市长林佑昌强调 他支持这项政策 而基隆市将从5月3号开始正式实施 因为现在筛检的量能是非常的紧绷 那医护的人力也非常的吃紧 所以原则上我是支持快筛阳性之后 再来实施PCR 如果你是快筛阳性 在包装里面就有指引 你必须把你的这些相关的试剂 还有已经做完了快筛的试骗 呈现阳性的快筛试骗 你放在夹链带里面 带着夹链带 然后来到筛检站 把这个夹链带交给我们的医护人员 然后来判定 你的确是已经快筛阳性 然后来接受进一步的PCR的一个裁减 另外先前基隆某家妇产科 传出六位新生儿染疫的情况 市长林佑昌表示 经过转送台北相关医院医疗照护后 基本上都健康出院 现在六名染疫的新生儿 其中有两名是我们送到林口长庚医院的两名新生儿 他们分别已经在4月28号 还有4月29号已经出院了 另外是在台北马街医院的两位新生儿 他们都已经在5月1号出院 在台北农种的两位新生儿 有一位是在4月28号就已经出院 另外有一位是在今天PCR阴性之后就可以出院 所以六位染疫的新生儿小朋友 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健康 而且已经出院的状况 此外大家也关心本市某家安养院爆发群聚感染 基隆市卫生局表示 机构33位长者里面 一位长者不幸死亡PCR阳性 另外有7位验出阳性 23位阴性 采取限定安置分仓分流措施 针对阳性长者集中分区专责照护 大部分都在74岁以上 共有11位住民感染 其中一位就不幸往生 其中有3位 他因为有急性的症状 我们就送医院去治疗 现在住院中 机构中现在有阳性有7位 阴性有23位 现在的处置是这样 全机构一定要完成清销 卫生局的防疫人员也进去指导如何做分仓分流 第二点就是 就地安置这些阳性的民众 我们采取的是集中分区专责照护 我们也要求合作的医疗机构 必须要加强照护 如果病情有变化 就直接送医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给大家订阅